防身 想不到我在上面吧 本篮到转杀线 沉寂 看他怎么办 他去打蛤蟆 这胆子也太大了 再打 他沉寂还在的 落一圈过去 直接出去 捏到锤 他交闪我就跟闪 不交 那死吧 不出意外的话 盲城复活会打红 他一级学的还是W 打得会很慢 打一半 他沉寂还在 淡红没到沉寂长沙线 沙线一锤 回头帮他把半血红收了 赏单来了 跳上去锤他 趁着被动没消失 疯狂锤 一毫他打不过我的 他死了 我残血了 虾子肯定还会来打这个红 我们过来打石头 撑个山子 身边补一下状态 吃完石头 山子 370的血 打个一级虾子够了 他看到我了 没事 撒下去 在这边 打他 伤单也来了 但我三级 自家鱼鱼也来了 捶他 再回头把红收了 完美 更新装备出来 这个时候虾子应该打完山浪蛤蟆 过来打河蟹 他有经验补偿 两队野怪生三级 跳上去打 他没成绩啊 成绩打山浪蛤蟆了 让他死了 再进 然后卡着四眼 去他六击 他复活肯定要来打六击的 因为他在野怪只有六击在 先看一眼吧 不在 但小地图上显示在 证明他拉进床里打的 这个时候我们得闹过来 你直接过去的话 他看到你就跑 你根本追不到 这样遭遇 他怎么跑 默眼 默眼也走不了 没闪的虾子 新德拉 先跑一下吧 追我 跳上去反打 虾子在 虾子石头刷新了 他会去打的 因为他家野怪 只有石头在 他没得选 去了 我们过去反他 我跟盲生 到石头的时间点差不多 先在这个潮里等一下 来了 我这个时候过去 肯定能碰到一个残雪峡 而且技能前交 再帮他把石头吃了 他家后野区被我吃了 他家蓝又刷新了 他不打蓝 我想不到他打什么呀 哎呦 又帮我打工 虾子真是个大好人啊 再帮他打个蛤蟆 他差不多复活了 我们找他家三郎丢个眼 他复活会打这家三郎吧 因为他家野怪只有三郎才 除非他敢反我也 哦 他不敢 盲生W用了 咱们还没好 突然觉得这个武器 他喵的 怎么有这么坏的人 没人跑 进塔了 完了 没事 极限出塔 中塔的过 那得中路来北啊 过来抓他 大招骑手 跳上去晕着啊 死了 盲生的红还有十秒刷新 我们假装去自家红野区 狼花一丢射四眼 立马去他家红野区 还没来吗 来了 等他用个W 用了吗 用了 散现点果实 跟我一起飞 再帮他刷下石头 就在我辛辛苦苦 帮他刷蛤蟆的时候 他居然来抓夏了 这是个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那就不能怪我无情了 散现萨卡莎 再骑骑骑人 瞎子也走不了 又想猫眼跑 天真 再辛苦帮忙生打个红 我这么辛苦的帮你打红 你却来抓我队友 讲真的 我心寒了 他应该会过来打六击或打红 我们在这个潮里等他 来了 老规矩啊 等他用了W再偷篮 用了 无情 一到十五分钟 对面准时投降 我只能说 这不玻璃性吗 还在偷我三郎 得亏投降了 要不然你又得死一次